大家好,我是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悬载天际的舰UR侦察机事件 2.热线连接的背后红色电话的故事 3.隐秘的战场越南战争的冷战影像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悬载天际的舰UR侦察机事件 好的,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冷战时期 那个充满了舰爷、秘密任务和国际阴谋的年代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的主角是一架名为UR侦察机 它不仅是一架飞机 更是悬在天际的舰 一把双刃舰 既是和平的守护者 也是战争的火种 首先让我们为UR侦察机画了像 想象一下 这是一架长得有点奇怪的飞机 它有着异常长的异常 几乎像是一只巨大的飞行蜻蜓 但别被它们纤细的外表欺骗了 UR是一架真正的高空侦察专家 能够在700英尺约21 336米的高空飞行几乎触及太空的边缘 远远超出了当时大多数防空导弹的射程 在冷战的高度紧张氛围下 美国和苏联都极力想要知道对方的每一个动作 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R就派出了一二侦察机 悄悄地飞入苏联领空 踏射巨视基地导弹发射场和其他关键设施的照片 这就好比是在苏联的后院里玩起了一场高风险的偷窥游戏 然而1960年5月1日这场游戏出现了意外 一架由弗朗基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欲望在执行任务时被苏联地空导弹击中 坠落在苏联境内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宣布捕获了美国的间谍飞机 这不仅让美国延练扫地 也让原本就紧张的美苏关系雪上加霜 美国最初尝试掩盖真相 声称失踪的飞机是一架近行高空气象研究的飞行器 然而当苏联展示出飞机残骸和生还的飞行员时 这若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这件事情导致了所谓的U2事件 不仅使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际上颜面尽失 还导致了原定在巴黎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的破裂 如果说U2侦察机是一把悬在天际的剑 那么这次事件无疑是剑间意外刺响了自己人 他不仅揭示了冷战期间国际间谍活动的高度紧张和复杂性 也展示了技术和人类错误如何可能导致国际危机的加剧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这个故事 在冷战的棋牌上U2侦察机无疑适应为重要的棋子 但就像所有的间谍故事一样 总有被发现的风险 下次当你想在别人的后院偷偷摸摸时 记得先看看天上有没有悬着的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热线连接的背后红色电话的故事 在探索冷战期间的奇妙历史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个让人既紧张又好奇的发明 不过让我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 尽管被称为电话 这条线其实从未真正用于拨打电话 想象一下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穿着睡衣 在深夜里互相拨打电话剧 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红色电话的故事始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当时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 这次事件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意识到 他们之间需要一个更快更直接的沟通渠道 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误解或延误 因此1963年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这条直接通信链接 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交换信息 但这条所谓的电话线实际上是一条加密的电报线路 是的 你没听错 它更像是一台超级复杂的电报机 而不是两个红色电话之间的连线 这意味着每当有紧急信息需要传递时 信息都需要被打成电报 然后加密 发送 接收 解密 最后由翻译翻译成接收方的语言 听起来是不是既复杂又有点落后 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一项革命性的进步了 红色电话从未真正用于拨打电话 但它却成为了冷战期间最著名的象征之一 代表着在核时代即使是最大的敌人 也寻求避免误解和冲突的途径 它的存在让人们意识到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 沟通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真的有两个红色电话 而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真的在某个深夜里互相拨打电话 那会是怎样的对话呢 也许他们会讨论天气 或者互相吐槽自己的国内政治问题 又或者只是简单的确认对方 没有按下那个可怕的红色按钮 不管怎样 红色电话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 沟通和理解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隐秘的战场 越南战争的冷战影响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段历史 但请允许我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讲述 想象一下如果越南战争是一场大型的 全球性的家庭争吵 那么冷战就是那个让所有人都不得安宁的家庭背景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越南战争不仅仅是越南的战争 它是一场全球的象棋比赛 只不过棋子是真人 棋盘是越南的山川河流 在这场比赛中 美国和苏联是两位对异者 而越南则成了他们争夺影响力的棋盘 想象一下 美国是那位过度保护的亲戚 坚决不允许家族中有任何人倒向共产主义 美国认为如果越南倒下了 那么周边的国家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个接一个的导向共产主义 这就是著名的多米诺理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介入似乎是出于对家族未来的担忧 只不过这种担忧 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另一方面 苏联和中国则像是那些鼓励叛逆的阮防亲戚 他们在背后支持越南北方 希望通过这场战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同时也给美国制造麻烦 他们提供了武器资金 甚至是战略建议 就像是在偷偷传递作弊的小超 帮助北越更好地与南越和美国作战 而越南 这个被卷入家庭争吵的孩子 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战 北越希望全国统一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而南越则希望保持资本主义制度 继续与西方国家保持紧密联系 这场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越南内部对于未来道路的一场辩论 只不过这场辩论异常激烈 而且不幸地被冷战的大背景放大了 在这场家庭争吵中 有太多的悲剧和牺牲 美国的年轻士兵被送到一个 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 参与一场他们很难理解的战争 越南的平民和士兵 则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未来而战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终这场战争以美国的撤退 和越南的统一结束 但他留下的伤痕和教训至今仍在 越南战争展示了冷战时期 全球政治动荡的一面 同时也提醒我们 当大国的政治游戏与小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 结果往往是复杂和痛苦的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越南战争的故事时 不妨想象一下这场全球家庭的争吵 以及其中的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是如何被卷入这场既复杂又悲剧的历史事件中的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能对那个动荡时期有更人性化的意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冷战时期的三个故事 U2侦察机事件 红色电话和越南战争 这些故事展示了冷战时期 国际间谍活动的紧张和复杂性 以及技术和人类错误可能导致的国际危机 首先我们见识了U2侦察机的神奇之处 它能够在极高的高度进行侦察任务 让美国和苏联互相窥探对方的动向 然而这项任务在U2事件中以失败告终 展示了间谍活动的高风险和技术的局限性 接着我们了解了红色电话的故事 尽管它并不是真正的电话 但它在核战争威胁下 为美苏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快速沟通的方式 这条电话线是一台复杂的电报机 但它代表着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 沟通和理解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我们探索了越南战争的冷战争的背景 这场战争不仅是越南的战争 它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一场博弈 美国、苏联和中国三方在这个家庭争吵中 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而越南则成了他们争夺影响力的战场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冷战时期的复杂性和人性化 间谍活动、国际危机和全球战争 都是由技术、政治和人类行为相互交织而成的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沟通、理解和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问了你们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冷战时期的历史有什么独特的观点或经验吗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